郑爽新剧《为了你收视惨淡》,官博直发微博质疑郑爽粉丝,是哪了吗? 近日,郑爽,罗锦主演的《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》在电视台正式播出了,该剧一经播出就引发了热议,没办法,郑爽自带热搜体质。 提及爽妹子,我们都知道,从一起来看《流星雨》中她扮演的楚雨萱一角色开始,遭到无数网友的争议,演技太差,太做。 而当退遍了几年后,饰演了与杨阳演绎的《微微一笑很清诚》的甜蜜偶像剧里面被微微一角,让大家重新认识到了她,这样的角色倒是被她诠释得很不错。 而该剧中的主人公因网恋相识,1998年的时代,互联网刚刚兴起,二人因网络聊天逐渐产生感情,慢慢地就发展为网恋,线下恋。 罗静饰演的男主角张长弓是个不择命,不肯老,不拼爹的三部青年,高大英俊,幽默风趣,最重要的是永不言气。 而郑爽饰演的女主角李慕姿可谓不自大,不现实,不矫情的当代侠女,偷米机灵,善良率性。 说白了,这部剧就是一部很浪漫的网恋,两人上演一段欢喜冤家的爱恋。 为了米改编自《唐家三少同名小说》,取材唐家三少与其妻子多年相依相伴的情感故事。 剧中罗静饰演的张长弓,郑爽饰演的李慕姿将暖心还原这段跨越二十年的励志爱情故事。 本以为爽妹子依旧延续自带流量,然而在开播之后,播放的数据并不是很理想。 以至于在六月十九日晚间,该剧的官博竟然质疑起郑爽的粉丝,看该剧官博在六月十九日晚,竟然直呼郑爽的粉丝是亮了吗?播出两天都还没破译。 不过,由于庞大的粉丝系统,随后在六月二十日凌晨,该剧官博又在网上发出了对郑爽粉丝的致借函,声称这是因员工个人的不良情绪造成的,并表示以后会堵绝此事发生。 其实,在红的演员也不可能保证每一部作品的收视率,只能尽律而为,虽说官博曾经发布该状态的是剧方宣传,但是这样闹小情绪,怪罪郑爽的粉丝,并且还要求郑爽粉丝刷话题充热搜,让人看了之后,也真是觉得很漏了。 人生总有坎坷,你不可能一直顺利,遇到嘀咕就怪明星的粉丝这只会给自己掉价,即便你是官博又如何呢?